台湾式大學 到底是什麼 非常非常好 我想今年這裡有很多震撼的新聞 跟這個同志有關 比如說在6月的時候 美國最高法院他終於裁定 在這個全美正式的同性婚姻合法了 然後剛好又看到我們的康永哥 因為在這個 大陸上的奇葩說的節目的時候 就有講到說他這一路走來的辛苦 然後也那時候 因為他剛剛學生是喊說 我們沒有不一樣 但事實上那時候 我記得康永哥講說我們不是怪物 對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在現代 我們都講21世紀了 當然有很多人可能還是不了解 不了解的他們可能就會 憤怒 恐懼 抵制 然後有些人會迫害 攻擊 霸凌 對不對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 為了要增進這個了解 要請很多很多願意挺身而出 講講自身經驗的同學 還有這個偉大的家長 待會兒會一起加入我們 是 太好了 在這邊首先就要來問同學們了 請問身邊同志朋友 為了追求真愛愛情 曾經做了哪些讓你覺得 很震撼的事情 秋寶 就是我家裡我乾爹 他原本是喜歡女生 然後後來他發現 自己喜歡男生後 他跟他老婆就離婚 然後後來跟另外一個男生在一起 然後他的小孩子兩個也都跟著他 然後他們就是這樣子 一起生活了十幾年 就是都很…還是很幸福 乾爹那時候離婚的時候是幾歲 離婚的時候大概 不到30歲 20幾歲 已經有兩個小孩 對 已經有兩個小孩 他後來有跟小孩 大概解釋一下嗎 沒有耶 就是其實小孩子也都滿成熟的 就是都知道 他離婚後20幾歲 因為小孩大概20歲的很成熟 他六歲的時候生小孩 對啊 小孩應該就算很小 小孩也是大了一點之後才知道的 對 就是媽媽 因為就是媽媽也沒有住在身邊 然後就是會有一個 就是爹地 他們會叫爹地 就跟他們一起住 對 像吸小瓜都離家出走 對啊 好可憐喔 為什麼 因為媽媽不讓你用她的眼影 不是 其實我其實真的是 今天為什麼沒畫眼影 因為今天要很嚴肅 我怕我等一下會累崩 就是因為其實我真的 我們家其實滿 對我滿好的 那時候可能因為高中太害怕了 就是所以第一次這樣發現這件事情 所以就會想要單純的 就是只想跟對方在一起 然後不敢跟家人說 所以只好選擇離開家裡這件事情 所以那時候就是 都是住在她的家裡這樣子 這樣離家出走多久 有暑假的時候 整個暑假 對 因為那時候就 其實是說謊 騙幫她去打工 然後就來台北 今天我們聊到這個同志的問題 所以我們有請來這一位 只要有任何關於同志的問題 都可以打電話給他們 歡迎這位是同志熱線主任 許欣睿主任 歡迎 歡迎許主任 請問一下台灣的求助者 一般都是打去你們那邊 詢問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我們自己有在辦 那個同志爸爸媽媽的團體聚會 那時候我們聽到好多好多 各種不一樣的爸爸媽媽的問題 跟擔心 我覺得其實社會有在進步 以前我們都聽到一些 很害怕的爸爸媽媽 可是這幾年 其實很多爸爸媽媽 是還滿關心的 我們曾經有遇過一對的爸爸媽媽 他們是發現小孩國小的時候 感覺好像可能是同志 所以他們自己就先來參加 同志父母座談 然後想先了解說 萬一小孩以後跟我們出櫃之後 他可以怎麼做 可是這種夢幻爸媽 這個當然是很少… 大部分還是在一些比較否定 憤怒 討價還價等等的 這樣子爸爸媽媽其實 很多部分其實都是還在問說 未來怎麼辦 可不可以改變 外來小孩子老了之後 誰來照顧他等等 這邊可能也要提醒一下西小瓜 譬如說有些爸爸媽媽 很常在小孩子面前扮演一個 我可以接受的角色 可是他們後來在面前 雖然說我可以接受 可是到我們這邊來就問說 怎麼辦… 我還是沒有辦法接受 可是我不能跟我爸 我不能跟我的小孩講 因為一講我就知道 小孩一定會離開 所以我覺得爸爸媽媽 其實是躲在一個就是 內外交工的一個狀況 我要挺住 可是內心其實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可能還是得 就是慢慢…的去讓他了解說 小孩其實沒有變 我還是我自己 所以徐主任其實要 就是輔導或是幫助解決的問題 不只是同志本身的問題 其實還有同志身邊的 就是最親的父母或是兄弟姐妹 其實他們不是說 他也很想接受 可是要他慢慢來 因為他從小到大 接受的一些觀念 可能只有那樣 他不知道有這麼多多元對不對 他現在他其實也 我覺得這是很感人的 就代表他還是很愛他的孩子 我們每次做談會的時候 都一定會有人哭 不是爸爸媽媽哭就是我們哭 不然就是我們的義工哭 所以我們要如何解決 就是將來都用歡笑來面對 不要那麼多的眼淚對不對 今天要聽聽他們的故事 是 所以今天呢 其實我們有兩位同志朋友 他們也帶來自己的媽媽來到現場 我們請歡迎林林還有林林媽 還有林靜一舉林靜媽 歡迎 歡迎 請問一下 你們是大概是什麼時候 媽媽發現說 其實自己的小孩喜歡的是同性 她從小她長得非常的可愛 非常可愛 但是成長的過程就是 因為她在1歲以前在保母家 但我不知道她受到了什麼樣的照顧 所以她來我們家以後 就一直都沒有安全感 要說我們今天因為站出來 我們不偉大 我們也很掙扎 我已經三天沒睡覺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樣去面對 說得多 不管任何一個詞彙 都會傷害到任何一個人 我的表達能力可能不是很好 但是任何一個字 我都不需要傷害任何一個人 包括我自己 因為我不需要面對 所以我沒有別的意思 我總希望說 當家裡有這樣的小孩的時候 沒有什麼 就是愛跟包容 只有這樣 林靜媽媽呢 我對林靜一直都是很關心 自從她從讀高三 我發現她說有這種奇象 我心裡很難過 也很掙扎 我常常一個人躲在自喜的房間裡面 哭 哭得不曉得說 該怎麼去拯救我這個小孩 想什麼辦法去拯救她 想了 我心裡實在是不曉得 不曉得是怎麼講 難過 就是難過 我這時常跟林靜講說 林靜 妳既然有這個同志的奇象 妳就要去尋求 去勇敢面對 其實很多同志 當她在一個自由的環境的時候 其實那個氣氛是會感染家人的 因為一開場 我們看到兩個媽媽都比較… 就是她沒有她們的難過之處 但是林靜媽是因為覺得 好像無法走入林靜的心房 有功沒有痛而難過 但是我覺得林靜媽好像 還是在那個震撼 以及怎麼跟周遭的人去相處 請問 因為都…爸爸都沒有來 請問林爸爸的反應是什麼 他知道嗎 林爸爸他已經妻子三年多了 OK 其實林媽媽 妳有看我們剛剛前面這兩排 講話很囂張 很開心這樣 其實是可以這樣的 就是家裡的氣氛是 就是說OK 妳跟他一起面對 好啊 那妳就去做妳想做的事情 好不好 好 我們這集大家來觀摩一下 看一下 其實可以怎麼面對會更開心 好不好 是 其實剛剛就是講到我們很多同學 他在發現自己的性向的時候 都一定會面對到很多的困難 大家自己以前 曾經自己懷疑過自己的性向嗎 全我查 請問一下大家 當下的感覺是什麼 阿里顧 我大概從六年級的時候 就發現自己很喜歡看 就是學校的男生 就那種什麼炒固球隊的男生 陽光的那種 陽光 灰灑汗水 就很帥 然後我就會按照號碼 幫他們從最帥的排到 就是比較還好的那種 然後我就會跟我們班女生講說 那個最帥那個來了二班的 二班的那個 就是以前就會這樣講 然後到國中開始 就有男生會開始追我 可是因為其實在這中間 我還是有 就是會對女生有一點感覺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就算是 還在摸索的階段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答應那個男生 跟他交往看看 同時也開始進入同志前 去了解同志的一些可能講話 畫術或者是一些 就角色一些東西 就慢慢的去摸索這樣子 OK 好 那凱凱 對 我也是 就是我國小看還豬格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看吳阿哥 我就說好帥 然後紫薇跟小燕姐 我就說誰在乎 我就一直一直看吳阿哥 然後可是我那時候也不宜有他 我是到國中之後 我發現我跟班上男同學的互動 就是跟他們講話的時候 會有一種莫名的害羞感 我才漸漸的意識到 自己好像有 就是男同志的這個傾向 對… 好 像我們Amy也是打圈 是不是 妳的經驗是怎麼樣 我的經驗是 一開始在國中的時候都還是 就是對男生是有感覺的 可是到後面就是中間 其實都還是有一些同志的朋友 久了之後就發現說 原來那些不是所謂的有感覺 而是就是在摸索的一個區塊當中 然後到高中之後開始跟女生交往 然後就發現說原來才可以 就是很真的去面對這一段感情 而且跟他們在一起是非常開心的 小廣也是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我其實不是 就是我從來沒有過懷疑的感覺 我就是一直都是喜歡我自己 想要喜歡的人 我反而是 因為愛是與生俱來的能力 但是法律是社會規定的 所以我是大了之後才懂說 原來愛有分正常跟不正常 合法跟不合法 所以我從來就沒有懷疑過 所以這個也要問一下 我們這兩位來賓就是說 剛剛同學提到一些 當時發現自己性向的這些經驗 兩位有經驗過嗎 玲玲 我會覺得自己跟 就是國小六年級就發現說自己不一樣 可是我會覺得說 可是我是女生 我應該要喜歡男生 對 然後我就就是有 逼自己去喜歡男生 可是我發現就是沒有辦法 對 明晨不來 就是從什麼時候 打扮也比較喜歡中性一點嗎 媽媽記得嗎 她幾歲不穿裙子 從來都不穿裙子 她唯一穿來 我來很多 但她從來都不穿 她唯一穿的一次 是我跟我先生結婚 15週年 而且我們照全家福 她才6歲 好可愛喔 然後 然後那天情況很特殊 因為我們家的爸爸 是從來不打扮的 但是那天我 因為我姐姐的孩子皆知 好不容易從家屋不想出來 那天很高興 就騙爸爸說 我今天很高興 我們來去照張相 然後大家都沒有打扮 我就趕快去相館的旁邊 一個百貨公司 去買衣服 買一件衣服洋裝 那件衣服就 藏那一張全家服 她就不再穿 再也沒穿過 然後我買的裙子 她從來沒有穿過 所以妳說她什麼都發覺 我告訴她從小 她就不當妳生好不好 我女兒也這樣耶 但是我有跟她聊天 我就說為什麼妳不穿裙子 我想了解原因 她說媽 我下課我要去吊單槓 我還要爬那個溜滑梯 我說好 理由非常正當 我支持妳 男大生分享心路歷程 讓來賓媽媽心裡舒服許多 大家其實是很親近 上大人可能就瑞瑞帶妳 我媽就跟我說 你知道那節目上面講那些 是什麼意思 都就是帶過 可是他們就說 如果妳喜歡男生的話 妳就請妳出書 然後 我 年輕媽媽妳有看到 她的掙扎跟難過 心裡感覺舒服多了 為什麼 把人家失敗就是越快 但是我有跟她聊天 我就說為什麼妳不穿裙子 我想了解原因 她說媽 我下課 我要去吊單槓 我還要爬那個溜滑梯 我說好 理由非常正當 我支持妳 是 所以為了徐主任 就是說如果當兼小孩 已經發現自己就是 性向不太一樣 然後開始有點否定自己的時候 要怎麼樣去開導 或甚至常常聽到他們說 我就逼我自己去喜歡異性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掙扎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 聽起來那種 就是剛才聽到這些人的故事 其實比較不是否定 比較還是在探索跟自我理解 因為其實這個社會 其實已經開始資訊越來越多 為什麼還是會造成很多人那種 就是覺得我標示好不好 如果我真的是同志的話 我可能馬上就面臨好多好多壓力 可是我覺得這時候 應該是有兩個方面 應該要好好去處理 一個部分其實是來自於 因為之前有一些研究會指出 就是如果爸爸媽媽接受同志的話 同志小孩他們去譬如說自殺率 或者是譬如說物質濫用 譬如說喝酒抽菸用藥等等 這些比率 都會比爸媽不接受的 來得低很多 低 然後另外一部分其實是 很多同志一直活在一個狀況是 我喜歡男生 那這個叫什麼 我同時可能喜歡男生或女生 這個叫什麼 異性戀其實 從來不需要去煩惱這些事情 可是如果同志從小到大在學校裡面 馬上就知道 原來我喜歡男生這叫同性戀 我喜歡女生這叫同性戀 我是個中性的女生 我是T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他們不會有這麼多的疑惑 或是自我懷疑或是自我否定 這一切都是從教育開始 但是我們要聊到就是說 當自己確定了自己的性向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 要怎麼樣跟父母開口 請問一下大家 想要你們確定自己的性向之後 然後也想要請問一下你們 就是比如像西小瓜 你們到底是 開口了之後 當時是什麼樣的狀況 怎麼樣 郝太 郝太 就如果假如說 今天終於要說 沒有 假如… 假如說我發現我自己是的話 然後我就是可能會說 妳上次看到小雨哭成那樣 對啊 然後她還去看 星光大道小雨的錄影 因為在那邊尖叫 沒有 我是為了要看桃子姐 我是為了要看桃子姐的出現 怎麼可能 你每一看我都沒有哭 小雨一來你就哭成那樣 好吧 來告白 沒有…假如說我發現我死的話 我可能會從我的穿著 還有我的一些講話的談吐去掛變 沒有…除了髮型以外 然後就是可能 然後可能就是我家 就是我的家人就會問我說 妳怎麼會就是變這樣 然後我就會很自然就說 所以妳還不知道 我現在跟你講這樣 然後就是妳只要很自然 他們就會反應也會很自然 就妳不能尷尬 就妳尷尬 他們就會跟著尷尬 但可能實際情況應該是滿硬的 對啊 Sakura 我其實都沒有跟家人 就是爸爸媽媽說這件事 他們有關注你臉書嗎 有 可是就是他們很像就是 處於一種就是 不肯接受的那種狀態 但是就是有一年過年 就是我大伯喝酒醉回來找我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要跟我談談 然後我就跟他出去之後 因為那時候過年 因為過年我都會帶我另外一 他說要跟你談談的時候 你也有這樣嗎 那時候辦法還沒 大伯 我現在在敷戀 那時候辦法還沒這麼長 然後就是因為我過年 都會帶我另外一半回去 然後後來他跟我談 就是跟我講說其實 其實什麼事情都可以跟我們說 然後就是不要害怕還有我們 就是其實大家都知道 然後我就是當下就是跟我 就是大之後就擁抱然後大哭 然後我才發現我阿公在樓上看我 然後我就是才發現就是 原來我家人都在支持我 就是他們就是 沒有 家人都站一排 有拿加油棒 沒有 就是其實我 其實我是就是一個就是 有什麼心事我都不會跟家人說的 我都會就是自己悶在心裡 然後就是撐過去 就是後來大舅舅跟我就是坦承 說完這件事之後 我就是覺得就是還滿開心 自由了 聽到這邊那個林靜媽媽 你有聽出來 其實孩子還是很在乎家人的感受 一定要被支持 然後家人說支持她也很開心 然後但是 雖然家人說支持她 你看她還是說 我回家妝不要那麼濃 她還是在乎你們的感受 你是怕鄰居嗎 還是怕什麼 對 因為就是其實 其實就是我跟我爸媽出去 他們都會以為我是女生 然後後來就是 我媽媽說是男生 然後他們才轉口說 長得很清秀 小帥哥 就這樣 我傻眼 他們叫我小帥哥 真的啦 我就傻眼 你沒有跟他們說 你都自稱本宮嗎 對啊 好 這邊凱凱也有話要說 可是我的家人其實是很不支持的 就是因為就是我上代的人 就是瑞瑞的單元 然後我一開始都沒有跟我爸媽說 只是他們就會覺得我怎麼 可能是因為句子比較女性化 然後直到他們看到那個播出之後 就是我那個週末我回 我從宿舍回家 然後我一到家過沒幾分鐘 我媽就跟我說 你知道我在節目上面 講的那些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說沒有 沒有 我就是帶過 可是他們就說 你現在就要跟我講說 你到底是喜歡男生還是喜歡女生 如果你喜歡男生的話 你就親得出去 然後我當時 因為我沒有想過 我爸媽的反應會這麼激烈 所以 所以我當時 不知道應該要怎麼辦 然後我就只好 就是跟他們說沒有這種 我開玩笑的什麼 所以 其實我很羨慕他姑娘 今天怎麼又來了 沒有 因為其實反正我就是 我下個月就要出國念書 然後我想說 可能他們看到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直接正面的衝突 可能我已經在國外了 所以家人是非常的強烈反對 因為我是獨子 然後他們可能會覺得 有一些壓力吧 林靜媽媽妳有看到 她的掙扎跟難過嗎 有… 妳此刻有沒有覺得 其實妳支持林靜是對的 我此刻心裡感覺舒服多了 舒服多了 聽他們這樣子講 我聽著心裡感覺舒服多了 想起來 為什麼 把人的失敗就是越快了 不是… 不是這樣子講 是妳了解說 如果他不被接受有多痛苦 對… 然後妳了解 妳沒有給妳兒子這份痛苦 沒有 對 我了解 所以林靜那時候是妳去坦白是嗎 對 我就是找一個高中的朋友 很好的男生朋友 我就直接把他帶回家 然後開玩笑的跟媽媽說 媽 那是我男朋友 然後媽媽就很驚訝的臉 其實我有點小失落 為什麼媽媽不是那種 就是 對 接受的那種表情這樣 可是是錯愕的 然後帶點不開心這樣子 然後呢 後來呢 然後後來 就是時不時 在媽媽比較開心的時候 我第一次媽 我喜歡男生 只要媽媽一笑啊 一笑就講 不是… 等他心情好的時候才會跟他講 然後第一次他是笑笑的 因為他很開心 他可能想說我在開玩笑 然後第二次我又跟他講 他說變態 然後第三次跟他講 他真的有點認真的回答我 他說不笑 然後就媽媽平常跟我滿好的 就是不至於會下那麼重的話 然後第四次我在跟他 就是沒有 他沒有很開心的時候 就是我們兩個獨處的時候 我就跟媽 我喜歡男生耶 我是同性戀 你看 電腦上面他好帥喔 他就在默默在背後講一句很小聲的 我想要把這個祕密放在心底 下次別再講 一開始 一開始一定是這樣對不對 徐主任 其實你有沒有輔導過很多家長 可能身邊的這些朋友 他們聽到一開始或許會基於想否認 好 我覺得我每次在談這個話題 都非常嚴肅 但我本性不是那麼嚴肅的 但是我覺得每次在談這個話題 因為裡面真的好多好多 難過 悲傷 自責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其實 這邊可能要先幫爸爸媽媽講一些話 因為很多爸爸媽媽其實 他所謂的接受或不接受 其實都是有一些程序跟階段的 我覺得兒子或女兒是什麼樣子 對爸爸媽媽的那種接受程度 也會不一樣 舉個例子 一個媽媽有一個Gay兒子 或一個媽媽有一個 有性生活的Gay兒子 跟一個媽媽有一個 很多很多性生活的Gay兒子 我覺得對那個媽媽來講 那壓力是很不一樣的 那會牽扯到原來我的兒子 是喜歡男生跟我兒子 是會跟男生上床的 或男子會跟很多男生上床 我覺得那個媽媽的壓力 會很不一樣 同樣的如果媽媽有一個女兒是 是女同性戀 跟有個媽媽她的女兒是 看起來很中性的女同性戀 或者有個女兒是 看起來根本就像兒子的女同性戀 我覺得那個壓力 也會非常非常不一樣 所以我要建議是很多 就是同志子女 如果要跟爸媽出櫃 真的要因材施教 以及循序漸進 因材施教就是說 你可能要了解你爸媽 到底接受什麼 想要什麼 什麼樣比較容易可以 讓她可以慢慢來 有些爸媽很相信專業的諮商師 精神科醫師等等的話 有些爸媽很相信一些 算命的 算命就對了 就跟算命老師套好 對… 有些爸媽真的就需要 媽 我還愛妳 我不會離開妳 有時候就是需要這種 軟性的這種訴求 他們才會慢慢接受 低谷你有…就是 那時候出櫃也是有儀式的嗎 還是 媽媽五星的一句話 造成男大生心中永遠的痛 去年的同志遊行 然後我就去 然後我就拍了照片 結果我就在Facebook發文 結果媽媽的朋友就看到 她就截圖傳給我媽 她就拿著手機 她就這樣 妳是同志嗎 然後我就 八點檔 我媽就說 妳是同志的話 那妳有愛滋 妳可以第一個跟我說嗎 然後我就 那時候我聽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她這樣講 其實我很受傷 可是我又不能表現出 好像就是這樣 其實我有去找我小學老師 聊過這件事 因為小學老師說她 老公的弟弟也是 然後但是她到現在 就是因為一直都還沒結婚 所以老師就跟我講說 她說其實妳現在才20歲 妳沒有必要 現在就這麼急 搞不好妳20年後 30年後 妳會喜歡女生 妳會結婚 所以她就說 她覺得我說出口之前 我要先想一下 所以我每一次就是 我很想跟爸爸說 因為我跟爸爸講 因為我跟爸爸比較好 然後我每次都很想要講 但是每次講的時候 然後我就想到老師說的 然後我想說 好 那算了 我再忍一下… 說不定就是忍久了 我就OK了 結果去年的同志遊行 然後我就去 然後我就拍了照片 結果我就在Facebook發文 結果媽媽的朋友就看到 她就截圖傳給我媽 然後我媽就拿那張圖片 她就說妳去幹嘛 然後我就說很健康啊 就是什麼 大家就是這樣子很漂亮很健康 然後我媽說妳是同志嗎 然後我就 然後她就拿著手機 她就這樣妳是同志嗎 然後我就 八點檔 我是 我就說我是 特寫給她 然後我就想說 我不能輸 然後我就說我是 然後就害我媽說 妳是同志嗎 然後我就說我是 結果她就馬上跑去找我爸 她說 妳有聽到妳小孩說她是什麼嗎 我爸說什麼 她說她是同志 然後我爸說 然後結果後來 我就進去洗澡 結果後來我還在吹頭髮的時候 我媽就說 妳是同志的話 那妳有艾滋 妳可以第一個跟我說嗎 然後我就想說 我不能輸 然後我就說 好啊 我會第一個跟妳說 然後她就說 那可以請妳不要傳染給妳的家人嗎 然後我就 那時候我聽到的時候我就覺得 因為我跟我媽媽一直都不好 我從國三到現在 我已經跟媽媽冷戰九年了 就我們都不講話 完全不講話 媽媽在家裡都叫我那個人 她都會透過我爸跟我弟傳話 她說妳去跟那個人說 叫她怎麼樣怎麼樣 東西不要亂丟 不然就搬出去住 她會這樣講 所以其實我也不想要 讓家裡的關係更僵 然後那時候她這樣講 其實我很受傷 可是我又不能表現出 好像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我表哥他也是 他就是很像那種Roger老師那種 他會穿那種尖皮鞋 然後襯衫掛一條絲巾這樣 所以從下我就覺得 我們家是可以接受 因為大家都沒有說話 結果我爸媽他們說 因為她不是自己的小孩 所以他們可以接受 那別人家小孩不管我的事 可是我自己的小孩就不行 所以我媽每天都 在我們家祖先排位面前 每天都哭 一直哭 然後一直就拜託老天爺跟祖先 就希望我可以變回來 他們就說希望我可以結婚什麼的 然後就每天到現在還是哭 然後我跟我媽都不講話 就是到現在還是都不講話 阿Digo面對的也是 也是就是家長是不接受 Amy妳家裡人是接受還是不接受 他們算是不太接受 就是一開始我就已經有很多 同志的朋友 然後就是偶爾會帶回家 給他們就是說 這些朋友可能送菜來或什麼的 然後之後他們就是原本也是說 這女生雖然很中性 但是人很好或幹嘛的 然後到後面我高中開始 跟女生在一起 然後到隱瞞到大二的時候 我就有一次我們全家就是出遊 然後我爸媽就突然問說 所以妳上次那個女生朋友是怎麼樣 然後妳們是什麼關係 然後那時候我就深深吸一口氣就說 我就是喜歡女生 對 然後我就很直接跟他講說 然後他們就直接講說 我喜歡女生這件事 然後他們就說 你知道妳這樣子不對嗎 然後我就說這有什麼不對的 然後他說妳這樣子很不孝你知道嗎 我就說 難道我對你們的付出 就只是因為 我喜歡女生這件事情 而引起我不孝嗎 對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說妳這樣子就是有病 如果你沒有跟我去看心理醫生的話 就是心理醫生說妳這不是病 我才承認妳這不是病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生氣 因為我們是很激烈的 我就說 妳要我去看心理醫生 好啊 如果真的醫生說不是病的話 妳就給我 就是讓我光明正大跟他們在一起 也是很激烈的過程耶 比妳的過程也很激烈嗎 我聽他們的話 我覺得我還滿幸運的 對 因為我爸媽現在他們是接受 可是我一開始被發現的時候 是在我國中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的 我喜歡的女生 在一起的女生 她寫情書給我 然後寫一大盒 然後我媽就突然有一天 進到我的房間 然後她就覺得 為什麼我有一盒寫一盒 裡面很多信 她就一封一封把它拆開來看 然後才發現裡面就是 就是這 她發現我在談戀愛 然後她也知道這個人 似乎是個女生 對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是國三的時候 我那時候要考基策 然後我媽媽就覺得 妳為什麼不好好唸書 為什麼要在這時候談戀愛 然後我放學回家 我媽就劈頭問我說 妳是不是在談戀愛 我又說沒有啊 她就說 她就直接把那一盒鞋盒拿出來說 這些全部都是人家寫給妳的 然後妳也回信給人家 妳還說妳沒有 然後我才說 有 然後後來就說 那對象是不是女生 然後我當下 因為我覺得可能國中的時候 就是比較叛逆 然後我就會覺得 對啊 就是女生要怎樣 然後我媽那時候當下聽到 她就瞬間她就哭了 然後我是一個跟我媽的感情 其實滿好的人 然後我看我媽哭 然後我也覺得 我好像傷了我媽的心 然後我當下就也跟著哭了 然後從此過了那天以後 我媽媽從此不再跟我講話 到現在 沒有…我們之前很好 然後後來隔了一年以後 其實我後來有試著去 跟男生在一起過 對 可是後來 就是經過這件事情以後 我媽媽我也有給她看說 我有交過男生的男朋友 可是我媽媽她到最後就覺得說 就是妳也是有試著去努力過 然後後來就是我 跟媽媽感情比較好 到後來是因為 我們偶爾會喝個小酒 對 然後就是 然後我就會試探性的一直問我媽 可能一些有關於同志的東西 或者是哪一個國外的人 他們同志一些名人出櫃之類的 然後就是慢慢慢慢的 所以到後來我媽就非常完全能夠接受 然後就是就算外面的人 鄰居看到女生在我回家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會問說 為什麼載妳回家的人 都是女生 不是男生 我媽都會說 那是她現在的愛人 她過得開心就好了 就我媽滿可愛的 對 妳媽媽從一開始的強烈反對 到這麼多年她慢慢跟妳聊 也了解了啦 對 她其實接受的時間滿快的 她接受時間大概一年左右吧 一年 對 就那一年沒有講話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 後來就是慢慢她都OK 對 然後因為我們家 還有另外還有姐姐跟妹妹 所以我喜歡女生應該沒什麼關係 但還可以傳統接代就對了 來 妳想得還滿周全的 所以這個要問一下許竹瑞 如果說真的家人這種 如果反應比較激烈不能接受的話 到底要怎麼建議這些同學 我覺得其實千萬不要相信爸爸媽媽 一開始在妳面前所展現出來的情緒 表現或者是什麼 很多爸爸媽媽 好 舉個例子 我們不要講爸爸媽媽 我們講我們自己好了 我們小孩有哪一次 是在爸爸媽媽面前真的表現自己呢 不會嘛 對不對 一定是外面一個樣 然後到爸爸媽媽面前又另外一個樣 我覺得爸媽也是 他們其實也許在妳面前是很生氣 甚至你知道妳這樣是錯的嗎 妳這樣是不孝的嗎 可是我覺得在他們背後其實是害怕 憤怒或者是否定 或者是他們有很多很多脆弱的東西 是不敢讓子女知道的 我覺得還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提醒是 對於一個對同志來說 妳的人生很長遠 妳可以放90%的精力 在妳未來的人生上面 妳可以留在 如果你爸媽真的很不能接受 或反應真的很大 妳就留那10% 持續不間斷的慢慢做… 給他一點溝通 然後我覺得很多事情會慢慢變好 尤其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 很多爸媽都會以為 我的小孩是同志是別人帶壞的 就是譬如說 譬如說社會影響的 就是去了同志遊行所以被感染的 對 然後就很多這種說法 所以如果 甚至有些爸媽就說 他是不是有一天就是 睡覺的時候被 真的什麼壓床壓到了 然後就… 對… 對 所以如果妳可以試著 去跟妳爸爸媽媽 用寫信的 會用一些比較迂迴的方式 跟他談說 妳是怎麼開始發現 妳的歷程是多麼辛苦 然後妳的狀況怎麼樣 然後到最後是 我還是愛妳的 我還是… 就是那種溫情的喊話不要少 然後低級低淚水的上面 我覺得有時候 這一種方式慢慢做… 因為爸爸媽媽發現自己小孩 是同志的時候 最害怕其實大概兩點 一點就是小孩就不見了 離我遠去 第二個大概就是譬如說 我再也沒有辦法參與 我小孩未來的生活 這個要問一下林靜媽媽 比如說一開始最大的擔心會是什麼 是親戚嗎 長輩嗎 還是鄰居 都有 都有 這個是最大的擔心 對 剛好有一個機會說 我們可以去哪個地方住 那邊有個工作什麼的 然後沒有這些鄰居 沒有這些親朋好友 妳會不會更放心 就讓他出櫃沒關係 會 所以就是周遭的壓力 對 周遭的壓力 哪一個壓力最大 是二樓的那個王太太 男大生國中純純愛 卻被老師摧毀殆盡 其實國中的時候 我有喜歡過一個人 然後後來被老師發現 然後後來國中很喜歡用桌點 我就很珍惜他跟我的合照 我就放在那邊 老師有一次就是翻我的桌點 翻開來發現有這個照片 他就說你以後不准再用桌點 全班都可以用就只有我 沒有啦 因為我們鄉下的人 一些長輩都比較保守 所以他們對這種觀念 比較不認同 剛剛林靜媽說 那鄉下那個觀念 我們有朋友住在美國 舊金山 San Francisco 大家已經覺得 美國是對這個議題 是十分的開放討論了 他也不能接受 然後他說怎麼會這樣子 他看到我女兒短頭髮 他就瘋了 我說短頭髮 短頭髮就是剪短了 有什麼關係 他說那不是兒子嗎 我說那是我女兒 逼他接風 對 所以這個有時候是 他們家庭教育一貫下來的 或是那個村子 對不對 大家都這樣想的時候 他們會變成你知道嗎 就一群白兔 然後他們就變成黑兔 然後所有兔子就看著他 不過為什麼你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也有他們的壓力 真的 但是大家還 是不是也會同時面對到這些 就是身旁的人對你冷言冷語 細小瓜 都怎麼面對 其實就是我 應該是國中的時候發現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國中的時候 我有喜歡過一個人 然後後來被老師發現了 老師就在全班面前說 細小瓜好像喜歡他 然後結果他就在全班面前講了 所以那個男生他就不敢靠近我 但其實我喜歡只是好朋友的喜歡 因為平常我都 國小到國中都是跟女生比較好 然後唯一跟男生比較好的時候 就是他 因為老師這樣講的時候 他完全不敢跟我做互動 就遠離我 我就非常難過 結果因為就變成是說我 他是我唯一一個男生朋友 結果他突然的遠離我 變成我沒有朋友 沒有男生朋友 我就覺得非常難過 而且老師就因為這樣 然後還在全班面前就是搜我的書包 然後看我到 想要搜到什麼 他想搜看我們有一些 照片或情書什麼的 然後後來他沒有搜到 他可能搜到一些可能護唇膏或什麼 他就說我都用一些化妝品什麼的 然後把它倒出來在大家面前 然後後來為了要讓我跟 跟其他人就是分開 所以他就把我拉到獎桌旁邊去做 就是我從國中開始 我就是坐在獎桌旁邊 我沒有辦法跟大家一起在 全班上課這樣 應該也是某種程度的霸凌 這很霸凌 對 然後後來 國中很喜歡用桌點 所以我會放一些什麼卡片 什麼這些照片 我就很珍惜他跟我的合照 我就會放在那邊 老師有一次就是翻我的桌點 翻開來發現有這個照片 他就說你以後不准再用桌點 他就說你就是這樣 就是不OK 全班都可以用就只有我不是 沒有啦 然後就覺得我國中就非常害怕 所以就因為這件事情 導致我非常自閉 所以到最後我其實是沒有朋友 跟大家太多互動 然後是到高中我選擇去做表演藝術 因為我喜歡跳 我覺得我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去做 我才開始變開朗 然後我媽媽才說 其實你國中國小都很自閉 那你怎麼到高中變開朗 是因為我覺得才可以做自己 你都沒有回家跟媽媽說 老師這樣對你喔 我不敢 而且就是還因為這樣被老師欺負 我還有被老師這樣甩巴掌什麼 但是我都沒有講 因為他覺得我就是不乖的小孩 因為我一直跟就是好像不好的行為 可是因為國中 對 那時候真的是比較不OK的時代 然後到高中我開始做自己 老師也很挺我 所以讓我變得 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可以去做女裝的表演 然後到大學大家開始接受我 喜歡我 比較沒有這些負面的言語的時候 我才變得比較開心 才有現在的我這樣子 真的 是不是 剛剛那個麥麥妳也有舉牌 家裡就是開安靜班 然後就是爸爸都會跟我說 就是說 就說妳這樣不正常 然後不要影響到他們工作 然後就… 然後就說我們不會有結果 然後希望妳不要這樣之類 就是 那妳怎麼回應 妳就不回應 還是 就是有時候會吵架 就是 我就會覺得說這有什麼不正常的 就是我喜歡我自己喜歡的人 然後 也想問一下 比如說林靜媽媽好了 就是說 比如說那些家鄉的鄰居 是大人 可能不支持對不對 那不支持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又不是他們家的事 怎麼可以說男生跟男生呢 女生跟女生呢 這樣就不正常啊 就是在他們的觀念裡面 對…因為這種事情 這種事情他們以前就沒有遇到過 對 比如說許主任 真的有人問到這個問題 就是像這樣的 就是比較他們的知識來源 可能是上個世紀 他就覺得說 那個叫不正常的時候 妳怎麼回答 我覺得同志 從小到大真的吃了很多悶虧 就是剛才聽很多那種故事 然後我自己本身也是 這個狀況慢慢長大了 我覺得其實到最後 其實就會有一個狀況是 那你到底要選擇哪一些人 是你真的朋友 真的要接受的人 就是如果爸爸媽媽是非常非常 就是你最在意的是爸爸媽媽的話 你把重心放在爸爸媽媽身上 跟他處理好跟他們的關係 可是如果是一些你不在意的 譬如說一些就是過年 好幾次過年 才遇到一次的親戚朋友什麼 其實這根本就不用管他 你的生活是你的生活 我覺得其實同志朋友 其實最需要其實是一個同儕 就是朋友 所以我其實也滿滿就是 就是要勸告一下很多小Ga 小La 小Bi 小Ka出來的時候 一直很想談戀愛 但不是先不要找情人 先要找什麼 先要找朋友 如果你身上有很多 身旁有很多很多朋友在身旁 其實你會很勇敢去做很多事情 像我們自己 就有辦同志青少年的聚會 然後也辦同志父母的聚會 如果爸爸媽媽願意聚在一起 其實可以找到很多 彼此支持的力量 有些人比較的觀念更落後 他說這是一種病會傳染 會給帶壞 林媽媽妳現在有喜歡女生嗎 我沒有 對 有啊 妳有被傳染嗎 沒有 所以這不是一種病嘛 對 不是一種病 對啊 妳越深入了解又發現 而且妳又跟林靜的關係 就越來越好 對不對 對 因為妳了解她 對啊 能夠互相嘛 所以林靈有沒有希望未來 妳能夠跟妳的另外一半怎麼樣 妳有沒有想像過那個美好的畫面 有 什麼樣 妳希望能夠 就是我希望能一起就是結婚 然後可以懷孕 就是有自己的小孩 削一下臂啦好不好 這個跟媽媽稍微喝一點小酒 未來呢 大家希望未來 妳能夠看到什麼樣的畫面 有可能是自己 也可能是這個全球 也可能是台灣好不好 好 Sakura妳要 很想 就我很想要經歷就是這種 就是 結婚生子 對 因為我就是 我真的超想生一個小孩 然後可是我就真的沒辦法 而且我就是很想要經歷那種就是 另一半跟你求婚 然後就是那種 種種的那種 那種 那種什麼 對 婚禮辦哪裡 婚禮 我想辦哪裡都辦哪裡 海島婚禮 對啊 我想要給摸殺生 好 OK 這個可能都可以跟徐主任聊聊 包括生小孩這件事 未來可能還包括法律的這些問題 大家怎麼共同努力 西小瓜 就是其實我希望的是 就是一個完全可以接受 同性戀的一個世界 因為其實對我來說 像我之前在當兵 我遇到一個非常貼心的事情 但對我來說是非常難過的 因為我們在上課 我會哭 就是他會寫紙條 然後他就寫說 我好希望在你的隊上 因為你不會被排擠 因為我在我隊上是會被排擠的 所以他失去很多很多 他沒有辦法跟大家互動 他不敢講話 然後就寫小紙條跟我說 你要加油 可是其實我很想要知道 是誰寫的 因為我很想要知道說他是誰 然後我想要幫助他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真的很幸運 我很多人愛我 很多人支持我 但這些人他真的需要一些 就是身旁的人去幫他 所以這個是這個 大家這個希望看到的未來 你看很多人都說 希望能夠結婚生子 但凱凱的目標只有一個 能夠 我希望能夠帶我男友回家 就是希望能夠有那種 很簡單的幸福 可能就是跟爸媽一起吃一頓飯 許主任今天有帶來一個 這是你們的書對不對 對… 這是我們之前寫過 如何在你出櫃之前 可能要先停看 聽一下 觀察好 對 怎麼觀察爸爸媽媽 然後英才失教 那種裡面還有 不然火車一來要弄死 對啊 我們其實看聽 我們其實有時候最怕那個什麼 就是跑到爸媽面前 爸媽我是Gay 然後就跑走了 我們其實很怕這種狀況 丟給爸爸媽媽媽 對 然後甚至還手機關機 一個禮拜然後不敢回 因為他也怕 可是我覺得需要透過這些書 去瞭解爸爸媽媽怎麼想 然後透過他們可以接受的方式 讓他們可以理解 也許可以把我們有帶一些書 可以把這些書送給這邊 在場需要的朋友們 好 來… 謝謝… 我們在這邊除了有這本 然後在後面還有 來 出櫃停看廳 好 這個交給凱凱 這個凱凱 對 佳節愉快 這是我們另外一個搜集了很多 大家知道同志 只要遇到佳節的時候 就心有千千節 沒錯 有…我們… 來…林林亞 佳節愉快 你怎麼會不會結婚 對 逼婚 所以我們把那個故事蒐集起來 希望可以幫助一些朋友 回到家的時候 怎麼可以慢慢的 面對這些人 對 好 所以也要謝謝許主任 我覺得這個很多同志 都需要你們的幫忙 也謝謝所有的父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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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 拜拜